對 我在這邊也要再一次的勸告 再一次的提醒Casper 那Casper是一個在國外努力的一個人 這麼年輕 所以他多多少少會很堅強 他非常堅強 所以這個堅強可能會 會對你的表演有一些影響 是因為你不願意 讓你最柔軟的部分被別人看到 你總覺得他好像在瘦 好像是被人看到弱點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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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戲裡面 請你盡量拿出你的弱點 給我們看一下 好不好 好不好 加油 老師的tips已經給出來了 加油了Casper 依正大哥裡面是巨星咯 浩天 光正名字聽起來就是非常具有霸氣的磁場 一開始要非常謝謝主持人 他竟然介紹我出場的時候用童言 跨世代咯 你要跨兩個跨世代 真的有點漢言 所以媒體先生小姐大家好 我是依正 I'm back 為什麼說I'm back呢 因為大家近年來看到我的演出應該大多都是在電視劇 但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甚至是淡忘 其實我一開始進入這個圈子 從電影跟唱片來進到這個圈子的 所以我很高興這次借著17歲這部電影呢 我要再繼續的回到電影圈還有唱片圈了 因為剛剛大家也聽到了 在這部片子裡面我飾演的是一個兩代的搖滾巨星 也是阿翔的父親 那所有這裡面有我可以再重溫我當年演唱會的橋段 所以呢我不只要演我還要唱 所以過幾天我就要進入一次配唱這個電影裡面的歌曲了 所以這讓我非常興奮也非常期待 小菜當年聽過我的歌吧 我會唱 所以很高興 對吧 因為當年在民生報紙 不要假裝你是資選的 對對對 我們都是當年那個時代一起過來了 好不好 當年我出片的時候你就在 OK 所以今天呢為了慶祝這個特別的日子 我今天穿著有特別的準備 我今天全身這套衣服就是當年我唱歌的達哥 真的假的 超過20年了 所以有達哥還拿小巨蛋了嗎 對對對 所以你把當年那個照片拿出來就好 今天不用拍了 所以都一樣